今天我们又是实战的一天 今天我们要实战的这块料子的话 是一个特色料 一块冰黄斐达玛坎的 整块料子的实行的话也是相当的好 因为最近好像卖的色料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然后有一位老大哥跟我说 念念我想找一块色料和一个冰黄斐的料子 当然你们要知道色料的话 相对于来说能玩的能擦的料子还是比较少的 那么我们就先给他推荐了一块冰黄斐的一块料子 这个料子的话开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的棒 并且整块料子的实行也是很好 有机会可以出一条手桌 在这里我要教你们一下小知识 像黄斐的话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一定要看它的皮壳够不够光滑 够不够干净 如果说它的皮壳上面带着一些杂质 或者一些别的什么小花花那种东西的话 它一定会影响到我们里边物情的一个纯净度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市面上的这种纯水石的话 真的是特别特别少的了 那么这块料子的话 刚才我跟大家说过它整个料子的一个皮壳 我们都能看到这块料子的话是没有杂质 那么这块料子我敢保证我们开进去以后 它一个物情的一个纯净度的话 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高 那么既然纯净度是能保证的 那我们这个料子的种水和种鱼怎么样呢 来先看一下货吧 来首先我们看这个料子的皮壳的话 我们可以判定它就是一个天水后山的一个水石 那我们压灯的话可以看到整个料子的水头 真的是非常的好 一个大灯泡 哇像不像我们小时候喝的那种每年打的那种颜色 那么这个料子的物情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料子的物情都是不变的 是不是 说实话这个物情我觉得进去了深度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从我们压定这个透光感来看的话 这个肿的话也是没有问题 说实话 怎么着也是一个落冰打底往上走的一个料子吧 大家都知道水石的话相对于来说它的裂纹的话是比较少的 并且它出现类的情况的话也是不多的 那么你们要知道像这种纯净度这种清澈度 再加上这个物情的这种颜色的话 如果说能出一颗满色的一个佛宫的话 那随随便便应该也是几万块钱一个吧 好了这块料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整个都是不变种的 所以说它的量的话应该也是比较经年的啊 好话不多说还是交给我们诚哥来给我们一开见分晓吧 走 看看它的小巴现在我无依无靠失去温暖回报 你离开的每天我都是煎熬煎熬 好了这个黄北线已经开完了啊 真的是一个大满肉满身都是冰黄 来咱们先看一下 整个料子的话可以看到我们开窗的话已经大面积了 而且通过透光度来看的话这个料子是不是一点都没有露白 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雾层的话还是相当的厚啊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断口处来看的话 看到没有这个断口的话 它这个地方它压针进去它也是黄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个料子真的是很有可能 它是一整个都是黄的 那么这个料子的话从目前来看的话 手指我觉得希望还是非常非常的大啊 而且为什么说这个料子 为什么我们压针下去之后它的一个黄感会变得有点弱 就是没有那么黄呢 是因为这个料子的总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正宾级的级别了 那么为什么说种好的东西它的色会变淡呢 因为种吃色 色压种就是这个道理了啊 来我们通过这个压针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种那种蓝色的那种光泽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种的话真的已经很好了 已经达到了一个正宾了 只有种越好的东西它才会出现那种蓝杠那种蓝光的那种感觉 其实像这种料子的话 如果说有幸可以出一条手镯的话 那价值也是在几十W这个样子呢 那么就算是出不了手镯 那么咱们可以出满色的佛宫啊 或者是豆子啊 或者是其他题材的东西的话 那么这种品质的话也可以卖到应该是大几万货 或者是过时这个样子吧 因为它的总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正宾了 所以说这个料子开到现在的话也全是大涨了 其实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以后我们在挑选黄嘴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皮壳的一个干净度 还有就是它压光的一个光泽度 还有就是一定要看它的霧尘的厚度 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厚度 因为大家都知道玩黄斐的话玩的就是一个霧尘 好了那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说你们还有什么不同的一个见解的话 你们可以发到平静区 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